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 日语 好 我去收拾一下 我现在基本上都是接触在朋友家里 你看我现在住这个地方 它是当地留给生他们住的一个房子 但是他们现在回去了 然后呢我就正好凑过来 凑在这还在这继续住着 后脸迷在这住着 然后我在这自己做饭的话 一个星期可能也就花个二三百 那你一般去一个新的地方 一般都会做一些什么事情 像伦敦这种大同志 我可能会关注一下有没有什么活动 能不能学到一些我想学的东西 比如说南北的一些舞蹈呀 或者说非洲的一些打鼓呀 课程呀 或者说这个能不能认识一些 我觉得很不一样的一些朋友呀 英国签证好难吗 我分享过我办英国签证的经历和经验 我非常推荐你可以参考一下 当然你也可以在网上去查一些 其他人的这样他们的经历和经验 可以综合参考一下 如果大家做出事的问题 就是你们我们跟着人家做的问题 所以我们刚才做到都是 都就会参考一下 你们如果不断地 就是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那是我们学会参考一下 我们に中国签证的 也是我们在一起 也是我们在一起 我们一起做一种 我们的学习名 我们的学习餐 我们是微占家 我们今天我都没有做的 像怎么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块钱 现在有人过来发消息啊 说买电子书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年不在中国了 欢迎大家联系 今天直播跟昨天一样也是可以联系的 想问一下关于美签的一些问题 我现在是在欧洲 就是德国这边 你打算去美国干什么呢 就是去玩嘛 就是想去旅游一下 ok 那你就申请那个B1B2的那个签证 预约一个美国签证的面 面谈的这样一个时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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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是跟上一位连线的有点像 我也是在德国 然后我在德国这边读研究生 然后我想的是 就是今年9月份去英国 如果你提供 哪怕是中国的这个 银行组织单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一定要做一个翻译 我当时办英国签证的时候 写了好多的那个解释信 解释我的这个职业 解释我的收入情况 今天的这个直播 收了大概70人便 但是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那个能回答大家的问题 然后能鼓励大家 觉得还是值得 明天可能会继续播 我之前说 每当我 特别特别困难的时候 我会 这个山雄之间 留完化明 每天都发视频 至少每天一期 还有每天的直播 然后每天的直播 正在恢复自己的 那一个 自己上的这样一个资本吧 天气不可能一直阴天的 这个 冬天会有这个晴天的时候 保持前行 今天天气 有阴下去了 我刚弄视频的 你给我打电话 今天学游泳啊 学差不多了 能不能游就游了 行啊 就有时候呢 我要在哪个国家海边 你可以过来 那一块游泳 最近还行啊 看不是买了把新的琴吗 咱以前在 在尼泳的时候嘛 那一八年在尼泳的时候 那时候呢 也是挺紧张的 但是那时候还 带购 还卖各种东西 还在街头谈钱 还去 咱去赌场 那个 免费吃喝 但是比那时候要难很多 但是也还行 每天就是忙忙 捡东西 捡视频 你那个钱 不是还吗 嗯 差不多了 我这个月要还 300美金吧 300美金 我现在差不多有200多 今天我还发现 突然间有一天 发现某一期的这个 视频 在公众号里 收到了400多赞赏 我这两天再直播一下 然后呢 再前发一下视频 应该 到个月中的时候 一个星期晚 我这个300美金 就应该补上 补上之后 我就要挣那个肌炕墙 嗯 那你那赞赏 他平常收多少 嗯 赞赏啊 你可不要跟我赞赏啊 要不然到时候 怎么去你家 喝酒 喝酒 在你家 赖主走 哈哈 可别赞赏 赖是吧 我现在租这房子 就有个小房间 给你留着呢 行行 你那个真有 真有什么事 你跟我说 啊 没事没事 嗯 有的话肯定跟你说 但是目前没事 目前 陆陆陆的这个困难 也会过去的 全没事 我俩 之前去年那时候 不做饭 然后 然后 那个冰箱里 他说买的东西 动太久了就停了 然后 就哪天又 又突然分出来 你那二十四二不花钱 我那 然后 然后我吵得可惜 哈哈 哈哈 你不管改变了别人 你也改变了你兄弟 哈哈 嗯 聪哥你过得开心吗 天天旅游 我可没有天天旅游 我现在天天每天两点 两点一线啊 这有啥好羡慕的 我现在每天发一期视频 自由 自由呢 可能 可能你比我更自由 我觉得 恭喜你们更世俗一点 你应该就 我也想现在这样 什么叫世俗啊 我觉得大家都一样 都有这个世俗的一面 谢谢 谢谢 我也知道 可能真的也是 希望我们 我们多值哪钱 但是我现在就是 对 就是比较比较 这样 是是是 谢谢 我知道那哥们说的啥意思 就是 你骑个自行车 站在英国 大美中下边 大家好 我是葱 这是我的第一百多个国家 英国 然后你那个钱 就哗哗 就进账了 以前在那个那时候 我在下边还喷过葱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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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因为条件好 然后你再出去的 我不了解 后来我看了他 公众号之后 我才知道 是这么个人 你好 我比较 我比较感谢你啊 这个我们当时 花了大概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把您的 就正好看到您的视频 然后把你这个视频看了 就是看完下来以后 但是就给了我们一个思路 但是你那就是要 多看一会儿才能 让知道 里面的内涵在哪 每个人风格不一样 那个阿聪你好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 就是 首先我要说 我是一个00后 然后 我是大概去年的时候 六月份还是五月份 就高考前一段时间 开始看阿聪的视频 然后 像阿聪这样的人 无论是在网络上 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我基本上一个都没见到过 今天这个直播收了100人民币 我之前晚上的时候基本上不捡东西 但是现在我觉得 晚上这个时间呢 我也不想这个浪费掉吧 晚上这个时间呢 我也想再逼自己一把 让自己再加一把劲儿 再继续多做一些这个东西 嗯 过度的旅行到第五集了 现在刚刚把连线打开 今天这个直播跟昨天一样 也是这个 水的问题连线 连线之后可以提你感兴趣的问题 然后关于圈证呢 关于这个出行各方面的 希望你继续更新 带我们大家能多看一下世界 所以说你本身你的视频 对我的收获来说 也是一个很积极的方向和动力 这个今天直播播了4个小时 先告一段落吧 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直播 明天晚上中国时间 这个可能10点11点吧 之后我还会再有直播 我祝你们晚安 明天再见 拜拜 今天应该是我收获最多的一次 就收了516 还有付费连线的3块 现在里边有520 我的这个月的信用卡 已经款款已经搞定了 但是现金也不是那么的激动 因为呢 我还要在这个挣钱 下辆机票前 我要出去走一走 我刚刚去超市里花了3.84英镑 买了一些食材 之后我可能会再拍一些关于这边物价的 下集吧 完成了 就会让我们下集中 好 现在我们下集中